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聚焦到的是日本的消息 43岁的日本中议员前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 昨天正式宣布角逐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 也就是党主席的选举 这是他第一次参选这个职位 而小泉的父亲是前日本首相小泉淳一郎 小泉晋次郎在最近多项民调都显示 排名都高居前两位 自民党党内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六人正式宣布参选 创下了新高纪录 其中他是年纪最轻的参选人 小泉在参选的记者会上就表示 自民党要真正改变 就必须选出能压倒性加速改革的领袖 小泉被怀疑的弱点 有人说是他资历不够 但自民党党内有许多中间与年轻的议员 是期待小泉能代表世代交替参选 日本媒体则将小泉形容为是众议院大选的最强母鸡 以及选举的颜值担当 好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天灾的消息 墙台摩羯在6号下午登陆大陆海南 风速是达到17级以上 多栋建筑阳台窗户是被吹走 没想到晚间10点多 又以墙台等级再次的登陆大陆的南边广东 带来强劲的风雨 画面中可以看到高楼住宅的阳台是直接被狂风刮走 窗户全部一秒消失 民众惊吓逃难 家具是被吹得乱七八糟 一片狼藉 甚至有人拍下高楼在风雨中摇晃 路上机车骑士更是惨衰 被风吹着狂滚 摩羯是自2014年以来超强台风 威马逊之后登陆大陆的最强劲台风破坏力是极大的 那今年的第11号台风摩羯 昨天下午4点多登陆大陆海南文昌 当时的风力达到17级风 海南岛三大机场全部航班是取消 当地也已经提前转移41万余民众 我们一起来看 海南全省89家A级旅游景区已全部关停 全省多地道路桥梁隧道 全部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措施 各航空公司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琼海博鳌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 为确保人员安全 海南全省已转移人员41万8275人 好的 那么摩羯台风不仅是2024年登陆大陆最强的台风 也是有史以来登陆大陆的最强秋季的台风 在第一次登陆后 摩羯台风昨天晚上的深夜10点20分 在广东徐文县二次登陆 而大陆气象单位预测警告说 今天的7号下午 摩羯将在广西到越南北部沿海 第三次登陆陆地 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将出现极端强风雨 必须要加强防范 好 来我们现在焦点来看到的是美国 美国乔治亚州的一所高中 在当地时间9月5号发生重大的校园枪击案 导致四死九伤 犯案嫌犯是一名14岁该校的学生格雷 这位青少年嫌疑犯今天与父亲一起出庭 不只是这名青少年 他的父亲也被控过失杀人 二级谋杀罪虐待儿童 共四项的罪名 最高可判刑是180年 我们一起来看 好 那么这一名14岁的嫌犯格雷 有着一头醒目的金法 他跟54岁的父亲在台湾时间7号 是现身法庭 CNN报道表示 格雷使用的枪只是父亲给他的礼物 父亲在法庭上则表示 儿子是因为遭受父母离异的打击 在学校遭到霸凌 他希望培养儿子户外活动的习惯 才跟儿子一起从事打猎的活动 他并不清楚儿子会用枪杀人 但是因为格雷还未成年 他的父亲以四项过失杀人 两项二级谋杀 与八项虐童罪被捕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大陆西北地区过去被视为边陲地带 今年来是随着旅游形态的改变 吹起自驾也奢风 带动大西北的沙漠经济 今年不仅出现了四路版的豪华列车 最贵一张票可以卖到八十一万 沙漠住宿也越来越精致化 一晚要价约三万五千元台币的饭店 已经预定到年底一方难求 一踏进火车金碧辉煌宛如欧洲宫殿 这是大陆今年下半年才上入的四路梦想号 畅流大西北 最贵一张票约八十一万元台币 住的是列车上仅两间的豪华套房 两大居然还配了浴缸 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火车上泡澡是怎样的感觉 浴缸旁就是一大片玻璃窗 全组编列十五节 十节全独立卫浴卧车 还有KTV房 麻将室 酒吧 公共区域有270度超大观景窗 可以毫无遮蔽地随列车逐机 用五天四夜从西宁出发 一路前往敦煌 观赏沙漠 戈壁 盐湖等奇特地貌 车上有两节餐车提供中西餐 几乎就没有重样的菜单 有葱烧海参 蟹黄拌面 这样的中式硬菜 清煎扇贝 火汁大虾 慢烤牛肉也都是餐厅级的出品 主厨现座 餐车就像移动餐厅 边吃边看风景 每站停靠都解锁一个新地图 敦煌莫高窟 亲眼看到了 明沙山与月牙泉骆驼骑到了 每到壁纸集的翡翠湖人生照片拍到了 近年大陆吹起自驾野蛇风 带动西北地区沙漠经济 一碗要价3万5千元的高档饭店 进军敦煌 充满抑郁风情 房间一大片落地窗一览大漠风光 怕沙漠炙热的太阳 饭店直接由美术馆逛 每天都有萤火晚会 吃义式生活腿 靠全洋铁板烧 沙漠经济正带动当地 创造别样的繁华 记者综合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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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